在航空飞标项目赛中 我军参赛飞行员驾驶运服2时实施重装平台空投 在安全环境项目接力赛中 我军参赛队员与俄罗斯军队参赛队员驾驶防化侦察车通过线宽门 我军参赛队员斗志昂扬 勇往直前 在国内外赛场的多个项目中斩获桂冠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 国内 中国陆军在新疆库尔勒承担苏沃洛夫突击不战车组 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和安全环境和生化侦察班组三个项目赛事 共安排时长比赛